餵 好我來教大家如何用 直播軟體錄影錄音 首先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設定 點進去之後 有一個音效 然後在這邊就是選擇你現在播放的 那喇叭就是 反正就是接耳機孔的那個 然後如果你 你真的是用喇叭播的話比較不建議 因為可能會有回音 你的麥克風會收到你的回音 這樣子 所以會比較建議你用耳機 然後再來是你就要按確定 然後再來你到右下角 這個系統這邊 然後你看這個 他這邊有一些 就是你可以濾掉的聲音 比如說你玩的遊戲當然不能濾掉 不然就沒聲音了 你看 然後像是你的系統 系統的聲音就可以濾掉 這種聲音有哪些呢 比如說像這個 這個就是系統的聲音 這樣 然後這個是網頁的聲音 這是因為我開這個 這個 這個軟體 所以它變跑成這樣 但是它其實是網頁 網頁的聲音就是像這種 濾掉就沒了 然後這個是直播軟體的聲音 這個是你直播軟體的聲音不能關掉 關掉的話也全部都沒了 好 然後再來是 這個是 這個是究竟是什麼軟體呢 這個軟體在這邊可以找到 這邊有個儀表板 就是如果你在去局上要開直播的話 這邊先看這些直播軟體吧 它這邊第一個有個OBS 這邊按下載就可以下載了 然後再回到我們這邊 然後要怎麼錄螢幕錄影 就是按這個 它我這邊已經開始錄了 所以它會變成停止 這邊可以按開始 錄製並重播緩衝 重播緩衝意思就是說 像行車紀錄系一樣 有可能錄一到兩分鐘 然後讓它一直刷 一直刷 就是一直重複的 錄最近的一到兩分鐘的畫面 然後也是在設定裡面可以調整 然後這邊也是 就是你看是要截取螢幕啊 還是截取遊戲 然後這個就會變這樣了 還有一些像文字啊 一些東西 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